车昼将军见此兵符以后 还以为刘备是丞相派来的 原来 宠相 宠相 快宠太医 宠太医 父亲 父亲 老衣 皮尔 孩儿在 我病了几日了 三日 三日 那病养得也差不多了吧 我给你的几部兵书 你可曾认真研修 孩儿正在研修 不可怠慢 兵法之道变化无常 既要熟读兵书又不能 被兵法所负 过两日我要听你心得 孩子明白 侄儿 孩子在 今日可做了些好诗文吗 而与季康 恐龙等宾客 都有诗文唱和 好 好啊 过两日 不 就今日下午 拿来念我听听 好诗文胜过灵丹妙药 孩儿遵命 梁平 季平在 你去时说我这病况如何 丞相 你患得头痛病 十日已久了 平时无大碍 可是一旦动怒 便会突发 还望丞相安心静养啊 不是已经养了三日了吗 差不多了吧 丞相 还需敬养三十日 天子若得知我得了徐州 定然会龙心大悦 不但徐州城重回到我们的手里 还增添了九万多兵马 子龙正在抓紧训练 军容不俗 群情振奋 好 子龙不但有汉将之勇 更有大将之才 告诉他 让他加紧操练 不出二十日 曹操必定来返 密方 出宫 老你去济州觐见袁绍 将此信交给他 一者传达天子写照旨意 请他快快发兵 勤王剿贼 二者 告诉他 无论他何日起兵 刘备都愿意听起号令 甘当麾下先锋 诺 主公现以雄聚四周之地 粮草军饷大为副祖 兵甲百万 战将千元 即使刘备不传天子诏书 主公也应当举兵讨伐曹操 以求一统天下 在下再强调一句 主公举兵灭曹 并不是为了招不保夕的天子 更不是为了伏汉 而是为了主公自己的君王大业 主公 主公刚刚战霸公孙赞 三军尚未得到休整 而且人困马伐 加上近年来连年征战 使得所属各州焦土一片 帝无庄稼民不聊生 国土所言 粮草军饷大为富足 那是纸上画饼 是博策上的税负 如果要真把这些收入仓里 用于军旅 那每个三五年的时间 是万万不可的 陈建议 主公修兵养民 待军力民力充沛后 再行举兵伐曹 兵主公 田丰所言 朕乃书生之计 眼下 主公兵风正盛 三军斗之昂扬 凭主公之神武 将士之昂扬 许昌指日可下 灭草易如凡者 请主公即刻发兵 不可犹豫 更不可千言十日啊 主公 国土所言那是匹夫之勇 古往今来 但能成就霸业者 并不是依靠着 他们的兵家多寡 也不是依靠着 功成拔债 而是依靠着 国力民力 依靠着 土地能找多少庄稼 他们身后有多少子民 归根到底 打仗拼的就是 国力民力 主公坐拥 晋 清 忧 并四大洲 而草草 只有衍州四郡 和淮南一部 总体实力 不及主公一半 主公 这须整军养民 富强自己 静观天下 三年后再娶曹操 那可真是如泰山压顶 势不可挡啊 主公 徐万 在呢 你来得正好 国土主张我 举兵伐草王 田丰主张我 休养生息 你意如何呀 回主公 刚才国土田丰二位大人 他们的争论 在下听明白了 在下以为 无论是战是何 我们都不能仅仅只看自家的情况 还要看一看 敌人的情况 不仅要知道敌人最怕什么 也要知道敌人最想什么 正可谓兵家云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 在下以为 那曹操现在最想太平 且最怕交战 因为我家主公 雄具既清幽病四周 可谓地大物博 兵强马壮 在当今天下诸侯中 独占疯癫 曹操呢 虽力不及主公 可他却处在一个上升的时期 所谓上升时期嘛 就更需要维持相对的稳定 以求得发展 主公 如果我们也休养生息 表面看似对我们有利 实则是对那曹操更加有利 但是 因为曹操比主公更需要时间 来发展壮大呀 主公啊 此时此刻 正是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最大的时候 实属天赐良机 千载难逢啊 如果主公千言日久 我们就只有做官那曹操一日日壮大起来 最后与主公并立于世 主公 要真到那时 这胜负可就难了 我心已定 立即发兵免草 我能从与主公党立法兵 听令 这须忧 国土为军师 严良门丑为大将 其马军十五万 步军十五万 进军立昂 出令 陈礼啊 在 你是我们这里 最有才华的才子了 找你 替我拟写一道 讨贼西文 布告天下 在下遵命 好 民主徒危已治便 忠臣律难已立权 事已有非常之人 然后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 然后建非常之功 司空曹操 其祖父曹滕 昔为公为奸患 饕铁放纵 商话虐名 其父曹松 贪如柴 雕如蛇 毒如蝎狠如狼 曹氏一门 从祖到孫 尽为坠烟遗仇 俯臭勾当 大将军袁绍奉汉威灵 折冲咒鱼 长几百万 剑技千群 并舟约太行 好文章 势入奔马 七贯长虹啊 真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你们俩也看看 这个陈琳堪称天下奇才 熊士古今的大手 就这一篇西文抵得上十万大军呢 曹氏 曹氏 你为何就写不出这等文章来 你府上的那些人 不也是号称保学之士吗 我看都是九囊犯贷 还有你 浩高勿远 没有真猜实学 是 父亲责备的事 孩儿惭惭 传名各级文武 大唐一正 父亲 父亲 那你的病还没好呢 陈琳的这篇西文就是灵丹妙药啊 给我惊出一身冷汗 头风早好了 袁绍地广民风 代价百万 文臣武将更是数不胜数 如许优 郭图 田丰 庞稷等人 都是智谋超群 炎良 文丑 张和 淳于琼 也都是当世名将 丞相不可与袁绍交战 只可与袁绍议和 我 丞相 先生所言 真乃俯儒之鉴 依我看 袁绍有实败 丞相有实胜 愿文奇想 袁绍喜欢凡夫礼仪 丞相喜欢自然天成 此为道胜 袁绍以逆动 丞相爱顺势 此为易胜 袁绍以宽计 丞相以猛咎 此为智胜 袁绍外宽内计 任人为亲 丞相外解内明 任人为财 此为度胜 袁绍多谋少绝 丞相多谋善断 此为谋胜 袁绍嗜好虚敏 丞相以成代事 此为得胜 袁绍忽近忽远 丞相远近劫场 此为人胜 袁绍听信谗言 丞相动若观火 此为名胜 袁绍是非混淆 丞相法度严谨 此为闻胜 袁绍浩大喜功 不知兵法 丞相以少克重 用兵如神 此为武胜 袁绍有此失败 丞相有此失胜 虽然战端未开 臣以为胜负已定 好了 战和之争 战和之争 就到此为止 以等回营 速速整军 五日之后 我要亲自率二十万大军 迎战 袁绍 陛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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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